ChineseFN.com 中文投资网一个赚钱的网站 ChineseFN.com 一个赚钱的网站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美股收盘节目 今天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盘面 首先来说咱们先看一下指数的大背景 大背景的话是全线的飘红 全线的飘红 那么继续下挫 已经连续的4天了 4个交易日 连续性的下挫 另外重要的一点就是川普总统讲了降药价 所以医疗生物科技板块今天的跌幅是比较深的 另外今天从板块来讲 除了科技板块以外 其他的板块都有不同程度的下跌 都有不同程度的下跌 原油咱们看 也是下跌了0.19 收在了53块1毛钱 黄金也是一样 也是一定幅度的下跌 跌破了1220块 美元指数呈现出了一个震荡上涨的格局 因为是美元加息预期非常强烈的背景下 美元的话有一个上涨的过程 那么差不多是102块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收在了101块8毛 这样一个过程 这样的话总体来说的盘面 咱们就大概简要的跟大家介绍完 介绍完后面的问题 就是一个咱们的策略问题 交易策略问题 在这种大背景下 我还是一再的强调 川普当选就职国会演说 然后推动行情的持续性越来越短 那么他的这种经济 这个大手笔 钱从哪来 这个问号越来越大 这也是他迟迟的 把他的这种减税政策 这个基建政策 不断向后推的一个原因 他终归不如禁止企业国家进美国 随便签一张纸 这个来的简单 所以说 随着这个问号的不断增加 市场越来越有这种怀疑的态度 这从咱们连续四天的指数 重心不断下移的过程当中的 表现的非常的明显 我们看一下咱们最近 五天的 五天的五分钟 这样的话 咱们大家看的比较直观一些 咱们是以标普为例 在就职国会演说之后 一天上涨了三十多点 三十多点 最高的话 达到了2400点 那么在转天 应该是这个叙事 在持续上涨的 但是我们看到的 是连续性的这种下挫 连续调整四天 连续调整四天 在五分钟的这种级别当中 已经非常的明显 而且我们要注意一点的 就是我们看在第一连续四天的情况下 都是这种 都是这种 我们看 尾盘杀跌 尾盘杀跌 第二个交易日 第二个交易日 我们看 第二个交易日 照样是尾盘杀跌 这个位置 照样是尾盘杀跌 这个位置 咱们就不画在图上 画在图上的话 看不太清楚了 尾盘杀跌 这个位置 继续尾盘杀跌 今天的话 又出现尾盘杀跌 而且尾盘杀跌 是把2368 这个平台的底部 进行了一个跌破 跌破 之后尾盘有所反抽 但是够重要的 就看明天的走势了 如果明天继续向下跳空 然后震荡下行 那么在2368这个点位 不能够及时的站上来的话 这个市场可能走起来的话 会越来越难看 越来越难看 所以在此我们也是提示 所有的会员朋友 还有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注意仓位控制 注意仓位控制 那么我们中文投资网 有一档节目 有一个栏目 这是黑马 这是我跟朱迪老师 做的一个项目 那么我们在上周五 全部清仓 全部清仓 现在空仓持有 由于产品的设计 我们不能够做 看空指数类的产品 所以目前是保持空仓的状态 什么时候大盘起稳了 个股调整的差不多了 也许我们会杀回来 咱们这是一种操作节奏上的 一个体现 大家可以慢慢的体会 这当中的一个策略问题 那行 那么今天的盘面 基本上就是这样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热点 唯一的热点 就是中概股的默默 由于第四季度的业绩大增 今天上涨的幅度不小 这是唯一的一个热点 今天盘面非常的沉闷 所以大家注意这种节奏 如果持续下去的话 那么没有点燃市场热情的导火索 那么这个市场的话 就会越来越沉闷 以至于最后崩溃的过程 大家要小心 谢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ChineseFN.com 中文投资网 一个赚钱的网站